中华职棒拉拉队正妹 与可爱的爱伯特幼儿园拉拉队合体大跳应援舞 为113年国庆记者会揭开序幕 担任国庆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的立法院长韩国瑜表示 2024国庆活动有许多精彩内容 包括在台北市大巨蛋登场的国庆晚会 双十节当天在总统府前有正式国庆大会 当天晚上在云林县则有国庆烟火 其中今年国庆大典领唱国歌将由三位古龄头参战英雄 与刚获得世界合唱大赛金牌的尼布恩合唱团 一起担纲意义非凡 除了介绍国庆各项精彩活动 韩国瑜也有感而发地表示 今年的国庆意义格外重大 呼吁大家一起坚定建立强大的信仰 用四句话龙说就是中华民国是我们的国 美丽台湾是我们的家 中华文化是我们的根 自由民主是我们的宝 希望一起爱自己的国家 我们心中没有信仰是很可怕 任何一个国家社会人民的建构 不是只有在物质上的文明 GDP多少 外贸数字多少 就业机会多少 赚了多少钱 物质文明之外 我们还有一个重要的精神文明 也就是我们的信仰 在这里呼吁大家 我们一起来坚定 建立我们自己强大的信仰 这个信仰我本来容索为四句话 在这里跟大家一起分享 中华民国是我们的国 美丽台湾是我们的家 中华文化是我们的根 自由民主是我们的宝 这国家根宝 应该是所有国人同胞 大家紧致在心 变成我们精神文明的最重要的力量 日前亲自前往大巨蛋 视察国庆晚会准备工作 角晚除了邀请海内外同胞 共同参与外 也表示当天 北市府在松阴大道 规划第二现场 透过户外大萤幕转播 让无法进入大巨蛋的国人 也能欣赏到 江惠等人的精彩演出 国庆是所有国人展现爱国心的时刻 所以不分来自哪一个县市 国外哪一个国家的侨胞 我们都是一家人 大家共同庆祝这重要的时刻 见证国家进步的脚步以及繁荣 同样在上一次台北举办国军晚会 是八年前 在台北小巨蛋 而从小巨蛋到大巨蛋 这是见证台北市进步发展重要的里程碑 也是台北市迈向巅峰的具体成果 所以这一次我们展开双臂 再次的欢迎来自海外的侨胞朋友 回来 来到台北市 走进大巨蛋 共同庆祝中华民国的国庆 也看到台北市的进步 以及展现台湾民众的向心力 凝聚力 也让世界看到团结的台湾 信酬会方面表示 国庆日当天活动将分三个阶段 包括有永英高架机 以5G大宴队型低空冲场 通过典礼台上方作为开场的畜牧软场 还有国庆大会的国歌领唱及国庆礼战 疑点结束后 则是由宪兵指挥部快速反应联的操演 陆军官校斩棋队 迎领2024巴黎奥运等竞赛选手 乘坐英雄车队进场 还有花莲县文化艺术团带来的传统原住民舞蹈表演 与客家文化崭新表演 活动最后则由空军雷虎小组组成 七机五角队型 喷彩烟 低空飞过冠礼台上方 为国庆大会画下圆满句点 欢迎国人到现场一起庆祝 中华民国生日快乐 记者张旗腾太北报道 看一下中间小后 看一下中间小后